北京时辰8月9日 在两多项上里经常传出一些人生的经历 郭麒麟在一段项上里面说过 你觉得如许能享受到有钱人的欢愉吗 有钱人的欢愉你根底就想象不到 诚然 套步不到十分钟月薪不到三千五百的我父亲 在YYNBA那些拿着万万年薪的球员有着若核的激情糊口 尤其是洛威 这个已经有两个女伴侣 但她是若核应付的 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尚 我在阿米尔约翰市 也就是NBA五圣的小我社交媒体上 看到了她搂着一个熟悉的姑娘 虽然我铁和林卡大山家族的妹子们都分不清楚 可是我对这个妹子记忆其实是太深化了 在前年端五节假期时代的时尘 陆薇中国行的时尘 我是随队记者 五圈百步的同吃同劳动 让我很爱好陆薇这么一火儿人 尤其是其中几个胖子黑人兄弟 天天给我唱HIPHOP 更是感受其乐无限 当我们一行人质花北谋顺会的时尘 陆薇的接受会非常成功 在那时的专卖店里热心球迷把我和黑人兄弟们以及陆薇女友挤到了门口 由于几天也疏落了我们索性自在打发时尘 而陆薇的女友之一 那时一起来花 那天身穿一个灰色的小背心 宝马挺拔的胸部把背心称得老高 而她的腰部却没有一丝震受 金身的白裤子让她的臀炫露得一览无遗 表示我都在暗自夜口水 而我们自拍的快乐叫着感染了一些路人 一个笔漏大叔上来就问这小姑娘 找个瞎 找个像 那时这个妹子眨着本身的大眼睛 娇滴滴的说了一声 No这只能的发音非常之妩类 那时我就想 这是个好姑娘 当我从武圣的社交媒体上 看到这个姑娘与阿米尔 约翰逊站在一起的时辰 却是感受了怀宽慰 早就传闻路威选择了本身 两个女伴侣中的一个 像不到来到了大中华的妹子 被路威给抛弃了 不外如许的姑娘却是值得悲伤识 没有了路威 还有约翰逊 不外早就传闻路威与武圣私交不错 老美却是不像我们将就 已经的嫂子变成如今的媳妇 根底不介意 喝了别人的洗脚水也甘致如仪 当我想从路威的社交媒体中 看看若和的妹子击败 乐我夸赞过的女人的时辰 我呆了 这妹子还和路威在一起呢 脚踏两只船咋可是不提倡啊 来了中国一趟怎样就没收到一点社会主义的建议呢 在女生或我又继续翻着社交媒体 又咨询了驻美地记者 本来命完并不是我想的那么刺激 过得干口中的穿堂不必的工作仍是不存在 本来不是约翰逊喝了路威的洗脚水 本来谁本来就有两喷 爱谁妹子还有一个双胞胎妹妹 路威和爱妮儿还已经带着各自的女友参加了NBA颁奖仪式 路威选择把我看好的这位妹子之后还把本身的小姨子引荐给了本身的好兄弟 所以当两兄弟一起出去玩的时辰身边还有两个长的千平一旅的妹子 可以说他们城里人很会玩了 倌破壁 跳跡